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是我安鲁山最亲的兄弟 施老爹 我之前传给你的书信 你一封也没回 这次我亲自来问你 你还许给我个答复才好 否则 我就赖在你的将军府不走了 安大哥 你这又何必 今天我还带了一个贵人来 贵人何在 我来了 这位是人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给你们带来了无坚不摧的武器 施老爹 你看到了吗 有了这武器 咱们俩绝对能让这大唐江山一竹盖兴 安大哥 你刚才说的话 我就到没听过 你还是回幽州去吧 你 施老爹 你到底怎么想的 前有李林府后有杨国忠 咱们兄弟二人被打压了多少年 那皇帝老儿早就像天下挥霍得差不多了 你何苦还要跟着他 愚忠 安大哥 安大哥 我此生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死后忠义之命 况且鱼儿与太子殿下两情相遇 连圣上都应允了让鱼儿去当太子妃 我岂能做对不起圣上 对不起鱼儿的事 安大哥莫在侧我了 致短 致短哪 罢了 今日话不投机 我该日再来 大哥慢走 他奶奶的 这死的心被皇帝老儿钻得如此之劲 多年兄弟情犯 败大了 哼 老子这就会忧愁 哼 别急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后悔 你就留在五元等着看好戏吧 几日不见 你在长安玩得可还开心 君老板 你怎么来了 我今十娘有债必还 你一直在找的易色铜西域人出现了 我的探子在五元窥见了他 当时他和节度使安禄山大将军史思明在一起 不过 据探子说 此人会是邪术 不仅操控着一条黑龙 还会凭空消失 如同妖物一般 他可比妖物可怕多了 多谢金老板 我现在就去五元 最近史思明的千金在招收护卫 我已经帮你安排了护卫的身份 这些呀 就当我还你的利息 别客气哦 还是金老板想的主道 谢谢了 你好 我是你的新护卫 负责你的日常安全 以后请多包涵 护卫 我不需要护卫 你走吧 那个 小姐 老爷吩咐了 你只要出门在外 都必须有护卫贴身跟随 得了吧 带着个护卫 打起仗来 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 别给我拖后腿就万幸了 我拖后腿 咱们比试比试 拳脚见真章 好 爽快 出招吧 快 好伸手 算你通过了 你在这里帮我洗马吧 一个时辰后 我要去一趟仓剑盟 你随我一起去 好嘞 大小姐 你慢走 太好了 我们小姐终于有个称心如意的护卫了 小爷我的本事 当个护卫绰绰有余 不过 大小姐的武功也不错 难得难得 那是 我们家小姐可是多年随着老爷征战沙场 这一身的本事都是血海拼沙出来的 我先去忙了 好好洗马哦 还有 别在马鞍边上的白玉坠子可别弄丢了 那可是小姐最心爱的宝贝 无聊啊 无聊 马儿 现在只能和你说说话了 认识一下 我是你主子的新护卫 对了 我应该改口称呼她大小姐 糟糕 白玉坠子 我也太倒霉了吧 臭地精 别跑 有点滚了 要走 有点滚了 我们都不想要 啊 小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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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地精 小爷我今天心情好 下次再让我碰见你偷东西 绝对把你做成烤肉串 你去哪儿了 马鞍上的白衣坠不见了 急死我了 坠子在这儿呢 我找回来了 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还好找回来了 要是坠子没了 小姐肯定火冒三丈 这坠子有什么特别的吗 看上去 只是一块普通的玉石而已 这玉坠 小姐可是看得比自家性命还重 看在你找回玉坠的份上 我就告诉你一些八卦消息 想不想听 当年太子殿下还不是太子 皇上也不是很喜欢他 那时候他经常去军营历练 小姐那时候就认识便喜欢上他的 这枚玉坠子就是小姐和太子当年的定情信物 可是据我所知 他被册分为太子前 就有个妃子 大小姐难道要当妾室 才不是呢 当年为了太子之位 太子殿下不得已才与为氏成情 那时小姐可伤心了 不过后来为家犯上谋逆 那为氏便心灰意冷地出家了 既然现在没有太子妃 那咱们大小姐应该早就和太子成婚了吧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小姐 她只是说太子妃的位置皇上想留给有用的人 而且史家本性突厥的阿史纳 身为外族本就不受皇室待见 总之从那时候起 小姐就随老爷一起争战沙场 凭着小姐的武艺谋略 老爷很快就成为了身受皇上器重的大将军 大小姐真不容易 为了和太子在一起 不惜放下女儿身段 与父兄同上战场杀敌 敢爱敢恨的女子 最令人钦佩 小姐经常说 人定胜天 事在人为 皇上已经答应小姐和太子殿下的婚事了 下个月就是他们成亲的日子 你可要好好保护小姐哦 香灵 你的八卦那么多 我送你去茶楼说书可好 咱们马上出发吧 小姐 您的嫁妆里那么多金银珠宝 恐怕都不及苍剑萌的一对同心剑吧 再多嘴 罚你晚上睡马就 小姐对太子殿下柔情万重 对香灵就这么凶巴巴 苍剑萌刚来信说 住好了同心剑 您就迫不及待的去取剑 现在天都快黑了 路上可不安全 香灵你放心 有我在 小姐少不了一根头发 围住他们 给我杀 就凭你们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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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圣诏便做不得数 是吧,太子殿下 嗯,我还有别的要事,数不奉陪 又是你,君无戏言这四个字,难道你不知道吗? 兴许那一日是圣上糊涂了呢,史家乃外族凡事,纵使再有战功,瑜伽于国终究是外人,圣上怎会真的将太子妃之位予以外族?况且册封太子妃乃国之大事,没有明文诏书,朝臣岂能认可? 我看你是太想当这个太子妃了吧,史姑娘与太子情投意合已有多年,这点阻碍算什么? 这点阻碍对普通百姓而言自然算不得什么,可太子不是普通百姓 请你回去转告时宇,他与太子殿下缘分已尽,请他今后莫再叨扰太子了 况且圣上很快就……我何必要与你说,告辞 杨丞相,久等了? 不知张姑娘如此着急见老夫,所为何事? 圣上的旨意还没下来,您就派刺客刺杀史余,我看是丞相您太着急了吧 哦?还有这等事? 难道刺客不是丞相您安排的? 我何必多此一举,圣旨今日即可到太子府,你就安心当你的太子妃吧 杨丞相果然神通广大,想必贵妃娘娘也出了一份力吧 那是当然,还望太子妃您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只要您帮我盯紧太子府,我绝不会动摇她的储君之位 将来,您就是皇后 放心吧,你我各取所需,现在安禄山似的,您就少操心太子府吧 齐公子,太子在哪儿?我有很重要的事和他说 有什么事,您与我说便好 那个张元毅是杨国忠安插在太子府的内应,但是圣上却听起杨国忠谗言,将他封为太子妃 可否请太子殿下速速进宫比喻圣上,让圣上称回圣殖? 没用的,圣上忌惮大将军府与太子府结成同盟,导致朝廷力量失衡 此举便是以阳国忠撤走太子,此乃君王权衡之术 最是无情帝王家,可怜史姑娘对太子殿下一往情深,我要怎么开口告诉她呢? 齐公子,宫里钦差携圣旨前来,太子殿下请您和这位义士一同过去 恭喜太子殿下喜得二妃,微臣差事已毙,告辞了 喜得二妃,什么意思? 圣旨上说,封张元已为正妃,封始于为侧妃 这倒是像皇上的作风,既达成目的,又不是君无戏言的风度 齐,你先退下吧,遵命 于二十五岁生辰的时候,我对着草原的天空向她发誓 将来一定要娶她为妻,只当她一人的夫君 后来,我为了夺得太子位娶了为侍,再后来,为了扩展朝中势力拉拢张氏家族 现在要娶张氏为妻 你听,我的誓言是不是很可笑? 现在别想这些没用的,赶紧想想办法吧,氏姑娘性情刚烈,她断不会当你的侧妃 我想了很多办法,我可以不当太子,我可以和她浪迹天涯远离长安 可是,可是我做不到,我放不下这大唐江山,放不下那些为我死去的人 甚至,我都放不下自己的性命 去五元的钦差想必已经在路上了,我不知道于二看到圣旨后会怎样 你可不可以尽快回五元,帮我照顾好于二 那我现在就出发 等等,你见到她后,请告诉她不要来长安找我 她的侧妃之位我不会留给她 我会建议父王,再为她挑选一位良婿 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没听见 告辞 大小姐,我回来了 太子也受到圣旨了吧 原来,你也受到圣旨了 别难过,咱们一起想想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十年了,我耗尽心血换来的功名 还是敌不过一个姓氏吗 我不甘心,我不能认输 我要去长安,我现在就要去长安找太子,找皇上 鱼儿你疯了,你这是抗旨 你去长安又能如何,难道圣上会回心转意不成 爹,她答应过我的,她会娶我为妻 是妻,不是妾 我现在要去长安找她,我们可以放弃身份,放弃性命 然后离开长安远走高飞 爹,鱼儿告辞 你,你今天哪儿也别想去 来人,把这不孝女给我关起来 怎么办呀,小姐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再这样下去,她会死的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其实太子也一样很无奈 虽然她嘴上说的绝情,但我觉得她处处都为大小姐的安危着想 也许我们可以帮大小姐逃出来 等她到了长安,见到太子,说不定会有转机 对对对,正所谓情比金坚 只要太子殿下对小姐的情意还在,小姐就不会放弃希望 这样她就有活下去的动力了 可是有这么多手营的士兵 单靠我一个人救出小姐,简直比登天还难 还有我 少将军,你愿意帮助大小姐 这事被大将军知道了,她一定责罚你 鱼儿的脾性我最清楚不过 她从小就那么固执刚烈 这次她想去长安,就让她去吧 她和太子之间也该有个结果了 我现在去西营点火 你趁机收拾那几个守门的侍卫,救出鱼儿 这是我的令牌 初营和关爱同行都会有用 好嘞,交给我吧 好嘞,救出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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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救出鱼儿 好嘞,救出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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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怎么来了 西营走火了 快走吧快走吧 不然来不及了 太子殿下 此宝室送来了三件凤冠让伊尔选 伊尔觉得都挺好看的 不知道怎么选了 不如殿下帮伊尔挑选吧 伊尔在我眼中永远都是最美的 你选哪件都好看 太子殿下 你这么夸伊尔 伊尔这辈子都不敢老 万一以后人老猪黄 太子殿下就不喜欢伊尔了 别说傻话 咱们是结发夫妻 只会一起变老 四生哥哥 伊尔 你快去挑选封关吧 别让四宝九等了 那伊尔先走了 石姑娘刚接到圣旨没多久 就来长安寻我 莫非是迫不及待的 想当侧妃了 我沙场征战十年 难道就是为了当你的侧妃 四生哥哥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你曾经对我许下的誓言 都不做数了我 年少轻狂谁不曾有 既然你非要一个答案 那就不做数吧 我始于 终生只愿得以新人 你的侧妃之位 我不稀罕 后悔无期 我的太子殿下 你究竟在干嘛 我简直要被你气死了 伊尔 这一生 我终究是负了你 喂 我还没被气死 你怎么就先躺下了 齐公子 他到底怎么了 怕是气血充满 导致旧疾复发 放心吧 有我在 太子暂时不会有事 齐公子 你最了解太子 他分明对史姑娘情深义重 这次为何会这样对史姑娘 实不相瞒 太子殿下曾遭妖魔暗算 我虽用麒麟血镇压他体内的毒性 但他的寿命 恐怕只剩十来年了 所以他不愿让史姑娘继续等下去 就用这种方式逼走大 长痛不如短痛 是吗 这只是奇念 最重要 是指大唐江山社稷 他必须用他圣谷的时间 完成清军策的目标 重振超纲 我明白了 所以史姑娘说的 与太子远走高飞四海迷家 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为太子 在他和天下之间 已经做出了选择 史姑娘性情刚丽 还望你回五元 多劝劝他 爹 我回来了 不孝女 你还知道回来 对不起 爹 我错了 回来就好 以后别再做傻事了 你为太子受了那么多苦 也该到头了 这侧妃 咱们不稀罕 大把英雄裁军 等着娶我们鱼儿呢 父亲 不好了 契丹军前来进犯 领兵者 是契丹骨灼 爹 交给我吧 契丹骨灼 诡计多端 鱼儿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石将军 大小姐回来了吗 你回来的正好 契丹进兵来犯 鱼儿已经带兵出发 敌人有隐藏兵力之险 鱼儿怕有危险 你赶紧过去 护他周军 切记 让他尽快撤回营地 切勿恋战 好 我这就出发 石姑娘 咱们又见面了 前几次 本将都塞在你手中 今日 就是本将 学耻的日子 我的头颅就在这里 有本事就来取 大小姐 将军让你 快快撤军 我来掩护你 不需要 你快走 弟兄们 看来这五元 今日是进不去了 咱们走吧 去临阵 抢些粮食和女人 你们这对留下 陪这个家伙 好好耍耍 可恶 休想慌害大成百姓 大小姐别去 肯定有诈 别跟过来 告诉李恒 他放弃的誓言 我不会放弃 这片他挚爱的江山设计 我会一直守护下去 直到死 其他人有事呗 杀 我宝宝 我宝宝 你 我宝宝 作词 Sherlock 是说这一剧 不错 是说这用索子 聞你 我看一眼 是说这用索子 是说这用索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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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令尊用十万弹军粮来赎你 我不但饶了你的性命 还会奉你为座上宾 如何 做梦 大小姐 坚持住 我带你回营 你来干什么 别 陪我送死 韩国有如此女众豪杰 一单鼓捉佩服 可惜战争只有输赢 没有英雄 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占贼 占贼 占秦王 我来 我来 我在开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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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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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辈子 可不可以 那些辈子 如果你负责 就不得了 你不必 那些辈子 那些辈子 我拿回树 darling 你不必 那些辈子 我拿回树 咬我 我拿回树 那冷 这些辈子 有数十不少 一年一年入国人权 散破放 一年零一年入国人权 一年一年入国人权 一生了 和煤子被了 人权 一年一年 一年一年入国人权 一年一年的冒进 对 不要 不要 我要 你是 你的 夢 你 哈哈 嗯 好 好 嗯 好 咱嚼 commenting 其他人全都听告 全部推到十里之外 否则小爷我 马上砍下你们娇军的脑袋 你们还不快退下 大小姐 你快睁开眼 千万别睡过去 太子殿下对你的情谊半分未变 你一定要活着回去见他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他说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的 太平城市 我要守护 守护他的梦想 可是 我好累 好累 我马上带你回去 再坚持一下 一定要坚持住 不必 死在这里 很好 死生哥哥 石将军 对不起 大小姐中了鸡蛋骨灼的埋伏 已经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拾不破这么拙烈的计谋 我的鱼儿那么聪明 他怎么会拾不破呢 我感觉他在一心求死 要给自己一个解脱 我 我拾不破呢 我的鱼儿 你是在生爹的气 对不对 你是在怪爹没用 对不对 你快醒醒 快醒醒啊 对对对 爹这就去长安面见圣上 爹要让你当太子妃 堂堂正正的太子妃 鱼儿 你快醒醒吧 别吓爹了 石将军 我去长安把太子请来 让他见大小姐最后一眼吧 滚 石老弟 你打算一直这么哭哭啼啼下去吗 大哥和你说了多少次了 李龙记永远不会把你史家当自家人看 可怜了鱼儿 被玩弄了十年的感情 最后还落得这下场 试死鸣啊 试死鸣 皇帝只是给你一个名字而已 你就为了他的天下戎马 拼杀一身 就连你女儿 都被他儿子欺骗愚弄 可笑 可笑啊 石老弟 你糊涂了几十年 该是时候清醒了 大哥我这儿非常需要你 你何不再考虑考虑 无需再考虑 大哥 阿世纳族干 今后便追随大哥 祝大哥成就鸿途霸业 我要让李家杨家 统统为鱼儿偿命 好 太好了 大哥向你保证 有朝一日 侄女的仇一定得报 可是礼堂兵力雄厚 出去你我手中的二十万兵力 礼堂上有五十万大军 不知大哥有何打算 是 老弟 大哥给你看养东西 什么 这火焰的气息和那魔王的气息一模一样 难道魔王已经和安禄山勾结 我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为好 老板娘 现在史思明已经投靠了安禄山 而安禄山手中的紫荆戒者一定和魔王有关 我见识过这可怕的力量 如果不阻止安禄山 大唐可就岌岌可危了 我只是个生意人 又不是救世主 安禄山乃堂堂三阵节度史 我干嘛要和他作对 老板娘你的情报网无处不在 想必早就知道安禄山要谋反了吧 如果你真是冷血之人 何必引我去史家经历这些事呢 没想到你还有这点小聪明 罢了 紫荆戒者的来路我会去调查 现在你去见一见太子吧 你是最后送走史鱼的人 由你去见太子最合适了 太子殿下 这枚白玉坠是史姑娘最珍视的东西 我把它带来给你 就当留个念想吧 她走的时候 小梅要很痛苦 身中数十道 怎会不痛苦呢 不过 她是笑着离开的 我想 她最后脑海里的人 是你 谢谢你 让她在走的时候没那么孤独 别谢我 好好保住你自己吧 史姑娘直到死 都希望你的理想能实现 就算为了她 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为大唐 创造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还有一事 史将军 已经投靠安禄山了 我知道了 我叫史鱼 记住我 下次比剑 我一定迎你 中来原来 远碧 远远连离 已随随 enhan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会等你 永远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